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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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股脏部的一个抚摸后器官 如果出现黄了 如果出现黄的话 一到医院一检查那肯定是有问题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发现的胰腺癌一般都是晚期中期晚期的 早期发现的很少 所以保护好胰腺 每年的健康体检 对自己 对家庭也是一种负责人的态度 马瑞 您刚才也说了 胰腺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 那么胰腺癌的发生 是不是和我们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有很大的关联? 胰腺癌的发病机制到现在 也没有完全的搞清楚 那么现在供食的话 一个是饮食的高脂肪食物 还有就是饮酒 抽烟 还有就是外部一些因素 你比如说经常接触一些化学物质 空气 空气中工作环境的话 有的时候接触一些粉尘等等一些情况 都可以造成癌症 那么如果是出现不实了 服务不实了 你就到医院检查 检查通过常见的筛查 一个是影像学改变 做CT 做到超声 发现发 你能不能发现一线有小的东西 这个发现一线有东西的话 也可能是良性可能恶性 但是最终它得通过病理检查 现在的话 如果发现很小的东西 不超过一厘米的 那么医院会给你推荐一个方案 你就是定期观察 三个月半年的话 追踪一下子 那么我们医院就开展了这项工作 对一些小的 不肯定的一些小的结节 发现一线的 那么我给你建立一个答案 通过我们的定期的三个月半年 可以给你打电话 让你到医院来 通过随访追踪 把小的扼杀在萌芽之中 看来很多疾病的发生 都和吃是相关的 没错 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了 都讲究不仅要吃好 还要吃得健康 对啊 那么马主任 除了饮食上 这个胰腺癌的发生 还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呢 这个胰腺癌的发病 如果是家里头有一个人有的 那么就查查其他的患者 因为胰腺 同样的环境下 同样吃的东西 有的人没问题 有的人就出现问题 原因就是遗传也起一个作用 遗传这个东西非常强大 人人活过85岁的话 那就是有个好的遗传基因 如果你能活到85岁 你说明你有个健康的生活规律 所以生活规律也很重要 该吃啥不该吃啥 你需要控制 你如果经常抱饮抱食 除了得一千元以外 得肿瘤的风险也增大 所以健康饮食 合理的饮食 加上锻炼 自律 你就能保持你的健康 齐哥 说起一线 好像生活中 大家对他的关注度并不高 对啊 好像大家都比较关注 像什么肝啊肺啊胃啊 这些大器官 还没听说过 谁特意到医院去查一查 这个胰腺 还真是 那么马主任 身体出现哪些状况 说明胰腺癌已经慢慢接近我们了呢 首先呢 早期基本都没有症状 那么晚期的如果压迫胆肿管 这个流在医头位置 或者是医管开口的位置的话 堵住医管了 堵住胆管了 胆中管了 这种情况下呢 间接的话 病出现黄了 给胆到堵上 胆脂逆流入血出现黄了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发现 应该是相对早的 如果他不压回医管的话呢 你可能没有明显症状 可能感觉不舒服 吃完饭以后感觉胃胀 胃痛 有的一部分病人就当胃病治 当胃病治 当胃病治 当时用点胃药以后 他感觉好 好 他没有到医院系统去检查 这样的话 你容易耽误 所以出现不适的时候 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到正医院去看 早期的话 因为流子特别小 可能没有症状 但是呢 你通过到医院看以后呢 医生可以给你一个方案 比如说你 你经常胃不湿 做胃镜没问题 做超声没问题 做CT也没问题 但是查那个胰腺 现在稍微有一个结解 稍微大一点 发现五毫米 一厘米等等 这种情况下的话 医生给你建议的话 就定期追踪复查 三个月半年复查一次 如果这东西稳定三四年了 那证明这是良性 你可以不处理 如果是半年 一年 三个月检查这东西 长得非常快 那么你就应该及时处理了 即便是良性的 也需要处理 马主任 根据资料显示 一线癌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都非常的高 而且在病情早期的 确诊率却非常低 许多患者到医院 检查治疗的时候 这病情就已经发展到 中晚期了 那么为什么 一线癌在早期 它不容易被大家发现 第一它的位置呢 特别深 第二的话 如果它要是不压迫医管的话 你没有症状 有的时候呢 可能感觉后背不食啊 当胃病 或者当时过劳 疲劳引起的 所以它不太注意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饮酒的习惯 或者是喝大酒 所谓大酒的话 不是说一天喝一两 基本上是一天咱的饭 它都要喝酒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出现 一线出现有问题了 它感觉很迟钝 你喝完酒以后 就感觉麻木了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不容易发现 马主任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不管是什么疾病 只要发现的早 来及时采取措施 这样才不会错过 疾病的最佳治疗时间 那么一线癌 该如何治疗呢 一线癌呢 早期的通过手术 是第一选择 那如果位置不是特别好 或者远处转移 这种情况下 需要综合治疗了 手术把瘤子切除 远处有转移的话 再通过放疗 或者化疗 来把这个 扩散的癌气泡杀灭 达到一个治疗 延长病人生存期的目的 我们常说 亡羊补牢 永远比不上未雨绸缪 今天节目 接近北生的时候呢 我也想问一下 这个病 我们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第一 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饮食习惯 这酒 喜欢喝 少喝点 高脂肪的时候 肉 蛋 下 鱼 你也少吃点 够就可以了 如果过量的话 加重你的一线负担的话 时间长了 就会造成一线的高度疲劳 就跟开车一样 嗯 过度的消耗 你不能及时补充能量的话 这功能就逐渐只能减退 由于这些因素造成你细胞的DNA扭曲 DNA扭曲以后呢 异常的增生 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问题了 造成了肿瘤 所以现在呢 我们主张做基因检测 通过基因检测 确定这个肿瘤的药物 达到基本治疗的目标 专家建议如何预防一线癌 一避免高动物蛋白和高脂肪饮食 二不要吸烟 三坚持锻炼 四避免暴饮暴食 五减少接触有害化学物质 节目的最后呢 吉林卫生提醒那些长期有吸烟 有糖尿病 或者有慢性一线炎病史的人啊 应该每年接受定期检查 并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的话才能够远离一线癌的清洗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